如果有人提議 從現在起一直到暑假 每星期有兩天走路上班上學 剩下的三天照常搭車 這是不是看起來 像個瘦身減重的好主意 可惜這不是一個健身的走春計畫 而是法國四大工會 自馬克宏上任後 首度聯手打造的春季大禮 還特別選在3月22日 春分這一天正式登場 工會串聯動員 是要強勢回應 一星期前 法國政府所公佈 改革國家鐵路公司 SNCF的時間表 在程序上完全複製去年9月 修改勞工法的SOP 但是馬克宏面對工會的態度 則有了180度的轉變 沒有重新上演分別接見各大工會領袖的畫面 順利完成勞工法改革 讓馬克宏在這一回合處於優勢 但是工會也被基層炮轟為把關失敗的妥協 加上SNCF一直是法國工會香火最盛的廟 於是鐵路改革被視為各工會領導階層的背水一戰 在勞工法改革時分裂的四大工會 這回團結一致 祭出春郎大禮 從復活節假期開始 法國鐵路將是罷工兩天 修兵三天 法國版的人間四月天 鐵路開放競爭是歐盟的規定 相較於已經開放的英國 德國和義大利 法國不能再拖延 尤其是法國國營鐵路 已經從歐洲鐵路市場受益多多 SNCF擁有子公司70%的股份 跨坐英國鐵路進入德國市場 已引起其他歐洲國家的不滿 今天沒有辦法關注這些危機 要讓控制進行 回答這些問題 這些東西 每次的英國人要坐車 我們想要一個最好的公共服務 我也想要SNCF 準備好開放的競爭 我想要一些車輛 在他們的未來 商量還沒有開始 公會就使出長期癱瘓交通的殺手箭 主要是擔心開放競爭之後 現有權益受到影響 包括取消終身工作保證 每年年薪自動調漲 還55歲即可退休的特殊身份 你們普通的先生 我會說 我會說 這改動 這是不能 有一點 那民意取 認為 開放 進行 他 開放 自由打 開放 爬 開放 取消 民 法国国铁顽强的工会 让二十年来 没有任何政府敢对国铁开刀 上一次四大工会联手 是在1995年 西哈克总统企图调整 铁路工人的退休制度 但那很快 这就是无法理解 他曾经做的选择 对社交团 改变的线 并发布了一轮转 对美国的保护 对美国的保护 特别是对他们的退职 结果 到 succ獨的 出道联系绳 跌随险 三个月 到任何公司 一路边 在在出道 到在上 臣 末 静起来 干涉 这些人 继续下的联织 他不是一辈子 在方面 他都当作的 尚信息 这次 在对 消息 audiences 支持 但是20年之后 风水轮流转 全球化的事实 削弱了工会的力量 加上法国国铁 高达500亿欧元的债务 和罢工期间 每天亏损2000万欧元 还得仰赖被罢工绑架的乘客 同时也是纳税人来收拾买单 尤其是当我们再加上这个计划 62% 是数字的国家想要到处的力量 是11%多的那天下 那是51% 那是大墙是有意义 第二个项目 比较几乎的力量 是在勾运动的秩序 增下 不再同情铁路罢工 两星期以来 马克宏一直拒绝有所回应 为了要争取更多名义的支持 他4月12号再出新招 霍天荒选择了 退休老人爱看的五件新闻 在一个只有1083人的乡下小镇 一所只有八个班级的小学教室里 接手专访 改革法国国铁 的确是他的政界之一 说到做到 是他的竞选承诺 限制员工仍可享有 提早退休的资格 但是不可能 在以上个世纪 做负集的合约 来雇佣未来新近的年轻员工 这是一个去年大选 和数据和冗长的句子 他今天是一位小学老师 和蔼可亲 但是不准讨价还价 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功课 还要相信老师的话 不准讨价